拜 溃拜 如果非要加上一个形容词的话 那么也只能是彻底这个词 怎么样 你们是要我们杀你们 还是你们自己滚 刀疤冷声一笑 手直接指着城墙底下 显然 这个滚 也是要他们这帮人 直接从城墙上跳下去 自然而然 下场可想而知 城墙虽然不算太高 正常以这帮黑衣人来说 肯定是摔不死的 但可怕的是 一群人跳下去 踩也得被踩死不少啊 但无论如何 这是逃命的唯一机会 想到这 那小手将一时间 居然真的有些心动了 他不由地吞了口口水 刀疤冷冷一笑 直接手中长枪一举 兄弟们 给我杀 话音一落 身后骑兵团直接开打 一瞬间 本就惊慌未定的黑衣手将顿时间 直接被杀得惨叫连连 他们单兵能力虽然强 可是和骑兵团的比起来 本来就不如 如今被人打个措手不及的情况下 哪能有任何有效的反抗 不过只是一群被图的废物而已 他妈的 这群混蛋靠着人多 压着我们打了好久 兄弟们 这仇 今天咱们终于有机会报了 给我狠狠地打 轰隆 伴随着刀疤攻势完全放开 城防战斗滔天之下 是敌军的惨烈溃败 而刀疤这边如此 海境那边也同样攻得顺利 一时间 两处城防处 远远地就能看见 其惨状之惨 这些自然都是海境的计划 当听到这家伙 用假人代替镇守城防的士兵后 刀疤很快就认定 这条计谋简直妙到了极点 他们几乎可以在不动声色之下 摸到对方的老家来 如此突起攻击 别说黑衣人不行 就算是他们骑兵团 都得被对方冲得七零八散 根本无心抗敌 也没有能力去抗敌 但这种打法 刀疤觉得寒三千那种 人才能想得出来 所以当初才说 海境这一招 简直就是寒三千在布置一样 另外一头 刚刚准备冲上去支援的 两边城防大将 听到身后爆炸连连时 一下子再次愣住了 起先 他们真的不过以为 是小谷的敌人在骚扰而已 毕竟人数上 他们已经算得死死的了 在他们各自的老窝里 就算真有敌人 也不过区区百人规模而已 照他们留守的士兵数量而言 那根本算不了什么 可哪里知道 仅仅只是数分钟以后 他们各自的城防 却已经被打得天翻地覆 回眼望去 无数的几方士兵在惨叫 甚至被砍得如同下饺子一般 不断地从城墙上跳下来 而对方旗帜 正越来越多地布满城防 我们 我们的老窝 怎么 怎么会这样 深知被人偷了两家的两个人 全部都傻了眼 到了这回 他们依然不明白 为何局势会如此 没有道理啊 韩三千的骑兵团 根本没有那么多人的呀 完了 完了 彻底都完了 我们 我们如此这般 居然 居然也会被人偷掉老家 两个人惶恐互忘 实在难以接受这眼前的现实 巡逻大队的队长也傻了眼 三方纵合 他为支援 城防失守 他自然也有责任 可是 连他也不知道 为何会走到这一步来的 这实在是太过诡异了 撤 就在此时 城防墙上 陪远一声大喝 下一秒 本来正在疯狂进攻老虎等人排远步 丝毫不再练战 一个个从城墙的另外一侧 直接翻身就走 一帮人再次傻眼 这 这是什么意思 这边是最早被打的 而且到现在 也打得非常激烈 且因为先生夺人的原因 这里依然还有一点点小优势的 可为何 突然毫无任何征兆地说要撤退 忽然 三个人奇奇恍然大悟 糟了 我们中计了 是的 调虎离山之计 而且 是计中之计 他妈的 这帮人根本不是来供城防的 又或者说 他们是在供我们的城防 但重点根本不是这里 而是 而是我们俩的老窝 他们直接被人用战士调到了这边 以至于自己老窝被端 如今想要杀回去 可已经来不及了 他们回不去了 哼 远方的主战场上 长老等人也注意到了 夜天成城防上的惊天战火 他冷眉一皱 有些疑惑不解地望着那边 这是何意 韩三千这边在突围 那边又在打我们的城防 他想干什么 一番话 轻信急忙接嘴道 是啊 韩三千的人就那么一点 他要打 也应该是集中力量才对 为何会把战线拉这么长 他这么玩 和找死有什么区别 战线越多 粪兵越多 他才多少点人 但情况有些不对啊 夜天成的城防爆炸威力极大 看样子 似乎并不像是小打小闹 难道 他将夜天成所有的骑兵团 都拿来打城防了 长老眉头微皱 他在细细地思考 就算是韩三千城中的士兵 举兵攻打城防 可是按照他们的部署 城防也应该是牢不可破的 毕竟 那边三面城墙早已经抱成一团 且还有巡逻卫队随时支援 他没有机会的 韩三千好像全部都在做无用功 首先 他做突围之事就完全不合逻辑 起码 他绝对不可能能成功 而后方去打城防 也完全是白费力气 我们早已经做了针对性的防御措施 所以 他无论怎么打 也始终是打不下来的 他究竟在干嘛 怎么我一时间忽然觉得 我们的这个对手 看起来并非是绝对的高手 反而更像是一个莽夫所为呢 话一落 又有亲信开口道 其实 咱们也没有必要去贬低韩三千 毕竟 现在的困局摆在眼前 任何人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韩三千也只是近人事 做最后的挣扎而已 这话有很多人还是赞同的 纷纷连连点头 确实 如果是他们是韩三千 他们可能也会这么做吧 毕竟又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长老微微抬手 阻止了众人在这个话题上的议论 摆了摆手 道 你们真的认为 韩三千在做困兽之斗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这不明摆着的吗 不过 长老这样问了 众人也不好 把话说死了 只是一个个接着点头而已 我怎么觉得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长老越想越觉得 哪里似乎不太对劲 没有道理啊 韩三千就算被自己已经困死 但也不至于昏庸到走这些棋吧 虽然这些棋看起来 确实是没有办法之下 硬要去做的 也合情合理的 但长老始终认为 他韩三千不至于如此 一个这样的高手 无论是自身修为 还是指挥调度 都是顶尖的人 真的会如此前驴技穷吗 长老四在和手下说 也四在自言自语 最后他摇了摇脑袋 我怎么感觉 整个过程似乎太过顺利 顺利地让人感觉有些不真实了呢 众人还想说话 忽然 又是两道火光 直接从夜天成他们所占领的 两方城防处 冲天而起 还不等他们有何反应 就在此时 负责突然的战场上 发生了诡异的事情 探子紧急来报 而在这个探子的不远处 另外一个探子 也紧急地朝着这边跑来 生怕耽误了 哪怕一秒钟 长老 有事禀告 第一人 人未到 生仙道 其后 直接冲过来 跪在了长老的面前 禀告长老 那些突围是一群蚁人 但就在刚刚 他们忽然集体钻入他方之中 消失得无影无踪 应该是撤退了 话还没完 第二个探子 也赶紧跑到了面前 长老 韩三千忽然朝夜天成的方向撤去 伴随两个探子的 信息传递完毕 一帮人直接朝着韩三千 和突围处望去 果然 尤其是韩三千那边 已经朝着夜天成开始撤退 尽管他四周追兵无数 但想要硬拖住这样一个厉害角色 显然还是有些难度 什么意思啊 韩三千 这是突然撤了 他在搞什么鬼 是被我们打怕了 知道硬刚不过去了 那他今天攻击我们 试图突围是什么意思 白白死那么多突围的人 一帮亲信和属下 一个个满腹不解 就算韩三千知道打不过了要撤退 可也不至于这么早就走啊 起码 就算他要是 也应该再打些时候 这就好像你抱着希望去干某件事的时候 尽管你已经知道了 他的结果可能不算太好 可你再没有选择 或者花费大量精力 财力以及物力的情况下 也不甘心就半路直接放弃啊 有句话不是说的好吗 不到黄河心不死啊 韩三千这是在干什么 一帮人都看不太懂这种操作 忽然 一直没有说话的长老 似乎一下子想到了什么 他马上吩咐到 立即联系城防的人 我要知道 如今夜天城的城防到底如何 是 有人领命 立即退去 一帮人本来想说什么 但看到长老此时面色铁青 一个个顿时收了声 他们不明白 韩三千这都已经打得主动撤退了 长老的脸色 却为何变得更难看了 难道这不是好事吗 不过 长老如今的模样 众人也不敢多问 只能静静地陪着他在原地等待 这里毕竟距离夜天城 还有点距离 众人等了一些时候 终于忍不住了 长老 数属下无礼 属下认为 韩三千如今在撤 我们应该合兵将其留下 同时 那些突围的蚁人 也应该进行绞杀 就算他们进入地下 我们一样 有办法杀了他们 是啊 为何咱们这些事不做 却偏偏要去关心城防那边的情况呢 那边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事的 而且 就算退一万步来讲 现在韩三千回去了 夜天城的城防 也面临更多压力了 那我们也丝毫不着急 再派点兵过去不就行了 是啊 我们根本不用着急 听着这些话 长老冷冷地扫了一眼这帮人 眼中暮火微起 你们都这么认为是吗 众人默不作声 长老一声冷笑 我怕我们想要 回去支援夜天城 恐也是来不及了 众人集体皱眉 长老 您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 长老微怒 望着不远处的探子正 朝着这边跑来 他冷冷一声 联络夜天城城防的人 已经回来了 不如 你们听听他怎么说 兴许 他的口中有你们要的答案 众人回眼望去 那探子此时 也正不要命地 朝着这边跑来 片刻以后 那人抵达 紧接着跪在了长老的面前 说说吧 夜天城的城防处 到底是什么的情况 长老冷声而道 探子喘着粗气 禀告 禀告 禀告长老 小的刚刚和 叶天城的探子 在半路遇上了 他也正朝我们这边 来想汇报紧急情况 夜 叶天城两处城防 已经沦陷了 什么 夜 叶天城沦陷了 他娘的 你有没有搞错 叶天城什么防御 怎么可能被人破掉 而且 韩三千 他娘的 还根根没在叶天城 我们那么多的人 就让他一个小骑兵团 给直接破掉了 到底是信息有误 还是怎么的 你可看清楚了 那真的是 夜天城城防处的探子 我意思是 不是韩三千的人 假扮的 事实上 他们自己都很清楚 他们完全和对方 不是一类人 所以 对方就算想要 假扮他们的人 也绝对不可能 能够做到 但这时候的他们 说出这样的话 很显然的一点是 他们自己 都已经乱了阵脚 夜天城沦陷的消息 对于在场 任何一个人来说 那都是极其震撼的事情 以至于他们 胡言乱语了起来 如果说前一秒 长老的面色 还是铁青的 那么如今 他的面色 便已经彻底的 如同死灰了 甚至 有那么几瞬 他都有些战力不稳 差些就直接晕了过去 尽管在 韩三千撤退的时候 他就突然有所警觉 事情有些不太对劲 夜天城的城防 也可能出了问题 但当他真的听到 这个确认性的消息以后 他还是忍不住 气血翻滚 更可恶的是 自己的一帮蠢货手下 到如今 也丝毫没有反应过来 这其中之理 这一点 小的也不知道 但夜天城的两处城防 确实已经沦陷 来时的探子 特意让我禀告于您 同时 守城三帅 还同时联名上表 他们必然会死守 最后一处城防 哼 可笑 可笑 真是可笑 长老不屑而赫 夜天城四处城防 如果我们丢掉了两面 也就是三面城防 已经归于敌人之手 坚持一面 又有什么意义 难道 他们四个蠢货还真以为 他们三面之势都守不住 一面就能守得住了吗 三面互称 击脚之势 也就意味着 他们的防御面积会比较大 视线也足够开阔 也有足够的战略缓冲区可以使用 故此 敌人想要怎么动 他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并未知配合调度 应对敌人 这是优势的理想最大化 可反过来说 如果冰河一处 则面对的是敌方的三面夹击 虽说也并未走向死胡同 但换个角度想 如此优势的时候 你都守不住 那没有什么优势的时候 你又拿什么去玩呢 我只怕这帮蠢货 到时候守不住倒也罢了 把我那点士兵丢 消耗干净 才是最让人可恶和恼火的 长老厌恶到 到了现在 我依旧不敢相信 城防为何会丢 是啊 我们 我们简直就是 算无遗漏啊 韩三千他们怎么 怎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 让我们城防失守的 长老长出一口气 摇了摇头 我们都被韩三千耍了 韩三千看似攻击主营 是为了让自己的羽翼部队突围 但实则 他真正的目的是 吃掉城防 只是 在这件事上 他多绕了几个圈子 将调虎离山之计 反复利用 形成了几个 计中计的计中计 这韩三千智商 简直超群啊 连我也不得不佩服他 长老抬起了眼睛 不知在想些什么 或许 他是在复盘 韩三千的整个计划吧 他故意营造要突围的氛围 但他也很清楚 自己这边 绝对不会完全相信他 从而一股脑的用兵力气 将他围住 他也将计就计 丝毫不漏破绽 其后 反过来去派人去袭击了 真正的 他需要打的地方 叶天成的城防 只是 这家伙究竟怎么做到的 这一点 他也不太理解 据探子所说 是先有一批人马 攻入一处城防 引致该处大乱 其他两方的人本想支援 但却又发现 自己处似乎也有敌人 情急之下 支援稍微放缓了 第一处被袭击的城防处 就开始有些应对的 有些艰难了 就在这时候 二三城防的人发现 他们四周的敌人 实际上是虚张声势而已 这时候 他们也观察过正面守军 确认那边并未出兵以后 这才赶去支援 可哪里知道 两处城防的人刚到这边 他们各自的老窝 就被人给端掉了 听到这话 一帮人面面相去 从程序上来看 三处城防和巡逻队的处置 似乎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偏偏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 他们身后的老窝 是怎么就莫名其妙的 就被人给端掉了的 据我所知 韩三千那边 似乎并没有那么多的兵力 可以使用吧 是的 战线拉这么长 他韩三千才多少一点人 就算二三处城防 去支援被打的第一处城防 那应该原地也留守了不少的人马 这点人马 守城不应该也够吗 毕竟 对面的正面部队 没有动过呀 长老呵呵一笑 那如果正面部队动了呢 一句话 一帮人都愣住了 探子明明说 正面守军没有出兵的 哼 韩三千有什么把戏玩不出来的 光是今日 就是调虎离山的寄中之计 区区一个偷龙转缝 又有河南 长老话落 不等属下开口 那探子已经回答 据说 城防快要被迫的时候 敌人才有意地 告知守城的人真相 正面守军确实未动 但也利用距离过远这一点优势 从而偷偷把真人 换成了稻草人 至于他们的真人 则是趁乱之时 悄悄地潜入了两处大军 离境的城防处 并发动袭击 因为是出突然 我方本来就阵脚大乱 尤其在知道对方是主力 攻入以后 更是彻底没了方寸 事故 长老怒急而笑 都听到了吗 一帮人集体默不作声 心中却早已波澜大气 原来 夜天城里的城防 是被人玩了这么一招 调虎离山 加偷龙转凤 不可谓不是步步为营 处处惊心啊 谁人又可以想到 对方看起来 已经铁了心要突围了 实际上又在背后 玩这些花花小肠子呢 想想真是可笑 说好的处处设防 天衣无缝 结果 到头来是什么呀 拿到的城防连 区区一天都没有撑过 就又乖乖地 送回到敌人的手中 长老似在批评他们 又似在自我嘲笑 一帮属下和亲信 全部低着脑袋 没有一个人 敢搭上半句话 事实胜于一切的雄辩 如今的韩三千赢了 就是赢了 他们的城防 丢了就是丢了 来人 在 命令夜天城的部队 立即放弃最后一处城防 回归大部队吧 可是长老 我们好不容易 虽然只剩一处城防 而且也有一定的危险性 但毕竟是好不容易伸进夜天城的脚 它可以有利于他们随时出兵攻击韩三千 这在战略上几乎是最为重要的一点 现在 那里起码合兵了 自然想要败也不大可能 但如此撤退 几乎拱手将东西让给敌人 怎么都有些不太甘心 刘一处兵意义不大 等同于是在老虎的口中 做了颗坏牙 你以为韩三千不会拔掉它吗 尽早撤回 挽回些损失 才是正解 话落 长老叹了一口气 他想撤吗 显然不想 但又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事实已经摆在了面前 说再多都是无用的 与其到时候挨打 不如现在赶紧撤回 是 至于大部队 从今日起 暂退十里 什么 暂退十里 长老 这怎么可以 是啊 我军又为大败 怎能后退 如果说前面要撤出夜天城的决定 虽然让人有些不甘 但还能理解的话 那么后面这个直接大部队要撤军 就简直让人难以琢磨和难以接受了 部队虽然有所败己 但实际上却根本没有太大损失的 大部队百分之九十的实力 尚在 要打随时可以打 怎么会撤退 看着众人一个个慌张的样子 长老有些不满 怎么 你们听不到我的命令 都聋了吗 一帮人不敢忤逆犯上 只得乖乖照做 一切都要重头开始 我说过 和韩三千过招 我们绝对不可以走入他的节奏之中 再打下去 我们必然会一点点被吃得干干净净 最后连个骨头扎也不上 退兵并不意味着战斗结束 而应该说是 第一次的较量暂时搁置 我们要做的 是第二段的进攻 属下和亲信 纷纷点头 以人这一点 撤兵后必须解决 他们的威胁力不算极强 但总是这样袭扰 终归是烦不胜烦 既然骑兵团的骨头难啃 那就放一放 我们先吃蚂蚁 同时 我们也应该给那帮仕途 想要去帮韩三千的人一点颜色看看 帮他们是要付出怎样的代价的 传我命令 天亮前所有部队 必须撤离到十里开外 明日 备而不战 是 属下们刚刚听懂一点 又被明天备而不战 搞得有些晕头转向 不是说 暂时退兵 是为了重新组织新的进攻吗 怎么明天又索性直接不战了 长老缓缓抬手 一个亲信赶紧走了过去 紧接着 他在亲信的耳边吩咐了几句 那人听完后 困惑的脸上顿时露出喜色 长老 还是您应你啊 在长老的命令之下 本该穷追韩三千 以及蚁人的黑衣人部队 却在此时忽然明经收兵 夜天城城防之上 和兵处的城防 其实已经完全地没有了危机 毕竟他们兵员合到了一起 同时 敌人也基本上一瞬间全部逃跑了 但就在他们准备去夺回两座城防的时候 上面却下了命令 要求他们立即撤退 无奈之下 一帮人没有其他法子 只能咬着牙 遇着闷 就这么丢掉城防 灰溜溜地离开了 靠 你们听说了吗 对面撤军了 而且 不仅是撤了 关键离谱的是 还后退了十里地 我去 我也刚刚听说 这韩三千针他妈的牛啊 这种局居然可以打成这样也就罢了 还能让对面撤军十里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夸他了 确实天才 确实人才 说句实在话 连我也没有想到 韩三千这家伙 今天居然会玩出这种花活 我要是他的敌人 我也得脑袋犯迷糊 因为你跟他打 你完全都不知道 这家伙什么时候出的是实招 什么时候出的是虚招 你稍微一个不注意 这家伙便直接偷家 让你根本防不胜防啊 是啊 你以为他在突围 结果 他背地里在印你的老窝 你以为他在送死 结果 他在收割你的人头 早些时候还在无奈 叹息韩三千 前驴技穷的一帮人 如今再谈韩三千 无一步竖起了大拇指 这样的局 都能玩出如此花样来 丢了的夜天成城防 也可以以如此之少的人 重新夺回来 如何不让人赞叹 洛静也忍不住微微一笑 这古往今来 谁人都清楚 这工程者 往往需要的是 人多是重 而防守一方 则可以利用地形优势 少出许多人 虽然夜天成的城防 确实算不上什么多好的地形优势 但到底也是城墙 到底也占据了不少的地形优势 可没想到 韩三千这家伙 今日里 却给我们唱的是 这出好戏 当真是反转反转再反转 惊喜不断 洛静儿也轻轻一笑 父亲说的确实如此 银儿也没有料到 韩三千这一通操作 真正的目标 却是夜天成的城防 其实 银儿先前也想过 韩三千如果要破局 首先要考量的 必然是拿回夜天成的城防 守住基本盘 只是 银儿想过很多种攻击夜天成城防的方法 但唯独没有想过是 这种另类的方式 无论是阳攻 亦或者城内的用兵 每一步都无比精妙 其实真的不怪对面的人蠢 而确实是韩三千设计的太精妙 再细心的人 可能都会不知不觉地 走入他的圈套 洛静点了点头 几天的认识下来 这韩三千 确实给了我们不一样的知识 每一步其他都给你下了几个圈套口 你防着这个 却不小心进入了另外一个 单单这吊虎离山 你就看得出来 对面其实也担心 韩三千的真实目的是打城防 所以 从一开始 他们的兵力 就不是对韩三千 或者他突围的人进行疯狂围堵 目的自然是腾出足够的人马 随时可以支援夜天成这边 但恐怕他们也没有想到 夜天成城防上的人 会以这样的方式 这么快地丢掉城防 我相信 夜天成城防丢掉的时候 外面的人 甚至可能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骆银儿点点头 从目前的战局来看 父亲的话是对的 对面确实还没反应过来 否则的话 不可能在毫无支援的情况下 就直接宣布放弃城防了 他只可能是那边知道的时候 已经知道城防沦陷 所以索性直接放弃了 不过 撤军实力 又直接放弃城防 这些都足以说明 对方是打算重新复盘进攻 甚至变换战术 当前局势 并不会有丝毫的缓解 骆尽道 就在此时 一声声音传了过来 那骆城主以为 他们将要如何 父亲俩回身一望 却不知何时 韩三千已经在他两人身旁 正带着淡淡的微笑 缓缓走向他们 看到是韩三千 两人先是一惊 随后一喜 韩先生 韩三千呵呵一笑 两位都是旧时 就不要多礼了 对了 继续方才的话题 骆银儿有些紧张 欲言又止 偷偷地瞟了一眼 韩三千 骆镜自然知道 女儿的心思 一笑 老实讲 老夫虽然知道 不会这么简单 但如果要老夫 来猜测 对方下一步的行为 老夫还自认脑筋不够 你们年轻人灵活 不过 小女银儿倒是不一样 虽然是一介女流 但向来聪明乖巧 这次战局 在老夫都很迷茫的时候 她的一些意见和判断 倒是与你行动相符 不如 让她说说 韩三千一笑 望向骆银儿 那就请公主赐教 韩公子 您实在太太去银儿了 银儿屈屈女子 哪懂什么战术 不过都是随心乱猜一通 碰巧有时候结果一致罢了 韩三千无奈 那就请公主再随性一次 好好地猜上一猜 不满两位 其实对面突然直接撤军十里 也出乎韩某的预料 韩某如今都有些一头雾水 不太理解对方 这是打算要做什么 落银儿柳眉微皱 对方行动确实有些怪异 虽然叶天成的城防被您拿下 但整体上 他们却并未 丢掉什么伤大局的东西 所以 他们的反应似乎有些过大 韩三千点头 确实如此 那就需要换个角度思考 他们为什么要反应这么大呢 韩三千紧皱眉头 其实打从知道对方忽然撤冰之时开始 他也在认真地思考 这其中深层的原因 但确实一时间没有更好的想法 所以才在归来的途中 听到落银儿妇女俩的谈话时 忽感兴趣 想要与他们碰撞一下 看是否可以发现些端倪出来 公主有什么高见 落银儿摇摇头 弹不上何等高见 但银儿却认为 事出有因必有其妖 我只是在想 撤兵十里 意味着彼此之间的距离被拉开了 所以 战略缓慢的也就变大了 这对你们守备方 其实是优势 因为你有任何动作 都可能提前被暴露 也容易被敌人提前所准备 那他的意图是什么 韩三千眉头一皱 地 难道 公主想说的是我的蚁人士兵 敌人一撤 地面就空旷不已 韩三千自然很容易就联想到 驻扎在地下的蚁人部队 难道 对方撤兵的目的在于蚁人 落银儿轻轻一笑 除此外 银儿确实想不到其他的可能了 落镜此时插嘴而道 可撤兵对蚁人部队 又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呢 我想不太明白这一点 毕竟 蚁人士在地下活动 空间越大 那么他们的地盘也就越大 找他们 不就更加困难吗 韩三千也点点头 落镜的话 也确实有些道理 这两者间 似乎看起来 根本没有任何的关联 不过 反过来说 骆银儿的猜测 也绝对是有道理的 忽然撤兵总得有理由吧 而且 还是这么远的距离 韩三千还真不太相信 对方会让这么多人撤退 只做一个无用功 毕竟 就算要复盘 也大可不必如此 其实 银儿倒是觉得 有一种可能 骆银儿望向了 韩三千 而此时的韩三千 也似乎忽然想到了什么 公主难道是想说 夜天城外的天气 两人几乎一口同声 从战斗开始到如今 这么久以来 夜间的天气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变化 虽然冷 但绝对不是 韩三千第一回到这里的 那般刺骨非常 难以行动 很显然 对方是可以控制这里的温度 以让夜间这边行动自如 目的自然是方便 他们夜间作战 而如今 他们突然撤离 留下一片空白之地 思来想去 也只有这种可能 他们打算恢复这里的冰冻千里 这样一来 极地的温度会让土壤冻地三尺 到时候在地下生存的蚁人 也自然生存困难 如此一来 他们既完成了修整 同时 又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 让蚁人一族受损严重 这是银儿能猜到的唯一可能性 洛银儿道 韩三千点了点头 虽然这是洛银儿猜的 但对韩三千而言 却极有可能是真正的真相 你已经找不到其他更好的理由 来解释对方 忽然撤军实力的根本所在了 看来 我要提前做准备了 韩三千话洛 冲着洛银儿微微一个行礼 多谢公主教会 听公主一言 着实让韩某毛色顿开 话落 韩三千起身就要告辞 韩公子 银儿冒昧问一句 如果对方真的是这种打算的话 您想如何应对 是将以仁一族 叫敬夜天成吗 韩三点停身 点了点头 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那如果对方一不做二不休 索性连夜天成也放弃了 又该如何是好 到时候 整个森林之中几乎都是急冷之寒 韩公子又该何去何从 一句话 韩三千有点愣住了 洛银儿的话 确实有道理 仗都打到这份上了 也保不齐对方苟急跳墙 直接来个鱼死网破 而自己如果到了那个份上的话 想去应对这一点 恐怕就会措手不及 蚁人虽小 但也必须承认 近两日的战斗局面 几乎都是因为他们的出现 而达成奇效 让对方几乎难以防范 所以 必然的是 蚁人是他们的眼中钉 当然 最重要的是 蚁人一族是魔族之人 在战略层次拥有的意义 更让他们必须要死 否则 如何服众 如何让魔族的其他人知道 和他们作对的下场 杀鸡儆猴 不做也得做 韩三千点点头 多谢公主提醒 韩某会重新好好想想 究竟该如何应对 洛银儿轻声一笑 也不急 起码 明天天飞之前 您都还有时间 韩三千笑笑 没有说话 在一行里 转身离开了 不过 这里的话题 聊得虽然有些沉闷 但当韩三千一离开这里 朝着城防一路锁过时 那氛围则不一样了 叶天成的所有人 几乎都已经挤满了来往的过道 不为其他 就为了看一眼韩三千 又或者为他鼓一下掌 加一下油 韩三千 你真探娘的牛 老子这辈子都没服过谁 尤其是中原的人 但你探娘的今天是 真正的把我打服的那个人 强啊 这样也可以 从别人手中夺回叶天成 以后 别人说啥是吹牛逼 但你韩三千说啥那都是对的 哪怕你说一句 这往天上是方的 老子也信 没错 我也同意 不得不承认 你这家伙 真的太他妈的梦了 继续打下去 让我们看看你的极限在哪里 面对着一群人的夸奖 韩三千并没有丝毫骄傲挂在脸上 仅仅只是礼貌性的 用微笑回应着众人的加油 其后便赶紧朝着刚拿下城防赶过去 眼下虽然赢下小阶段的胜利 但韩三千很清楚 接下来还有许多的事要处理 明天要面对的 也越发复杂 所以越是这种时候 他越必须要沉得住 冷得了静 否则的话 他怎么打别人的 很快别人也会怎么打回来的 而且可能是加倍 城防处 其兵团的人看到韩三千归来 无疑不站在城墙上 振臂而呼 他们既是向韩三千在请宫 又是在邀请韩三千 和他们一同庆祝 属下刀疤 海境 徒儿裴木 裴远 见过盟主 见过师父 四人已经跑下城墙 亲自迎接 脸上也洋溢着战胜的喜悦 韩三千看了他们一眼 都上去 我有紧急事要宣布 也有急事需要你们的意见 四人点头 跟着韩三千赶紧上去了 很快 五个人起座于城墙上的礼物 韩三千将之前和洛银儿所商量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四人 询问他们意见的同时 也对今天晚上接下来的事 进行了安排 其中 刀疤依然负责主面区域的城防 其他三人则按照当初阵型 继续镇守三面 不过 敌人虽然撤离我们近十里 但并不意味着 就离我们真的有实力了 韩三千道 海境道 盟主的意思是 城中的探子 他娘呢 我今天晚上就派人去抓探子 不说能把他们一网打尽 但起码能抓一个是一个 想离我们那么远 还知道我们的消息 痴人说梦 刀疤直接站起来就怒声呵斥道 韩三千无奈地翻了个白眼 海境也笑道 刀疤 你想过没有 人家耕耘夜天成 已经多久时日了 你又才来几天 夜天成的情况 你摸得清楚吗 其次 探子探子 如果都是那么轻易 就可以被你发现和搜查到的话 那要叫什么探子呢 你是干家的料 那就尊重你的职业 别人是探查消息的料 那么 你也要尊重别人的职业 韩三千道 刀疤 这一点 海境说的没有错 探子有明少和暗少之分 你能抓到的 大部分都是明少 而你抓不住的 大多都是暗少 如果他们都那么好抓的话 这世上又何必有这个职业 而且还到了几乎每个大大小小的部队 都得配备呢 刀疤有些着急 抓不住 那就不抓吗 那就让他们不断地探查我们吗 韩三千没有说话 只是笑笑 对付探子最好的办法 永远不是去抓他们 那样只会打草惊蛇的同时 还会让他们兜着转着玩 你应该是真假消息同放 让他们自己混乱 当然了 如何去把握真假度 这个得靠自己的本事 既然清不掉 那就要合理地运用他们 不要怕被查 也不要怕被窃听 这很正常 我说出来 只是告诉你们 接下来 城里可能会到处都是风雨 大家要谨言慎行 不要将我们的消息给泄露出去 三人点点头 然后望向不服的刀疤 这货犹豫了片刻 放心吧盟主 老子杀不了他们 老子就把这张嘴缝上 谁也别想从老子的嘴里 掏出任何的线索 几人一笑 刀疤有了表态 那肯定说到会做到 最后 就是关于蚁人这一点 同时 也可能关系到我们 韩三千道 如果对方真的一不做二不休 连夜天成也完全不管的话 夜间急冷的温度 将会是他们所有人的终极噩梦 作为真正体验过晚间急冷的人 韩三千自然是最有发言权 以及最懂这其中厉害关系的人 自然 也比任何人都要担忧 眼下确实极有这个可能 要么 我们把蚁人放在外面送死 要么 放进城中 对方一不做二不休 连我们一起搞 我连理由都替他们想好了 夜天成窝藏敌人 海静皱眉道 不错 人家要杀 只需要随便一个理由就可以了 但给韩三千带来的难题 却几乎是致命的 其实 有些特殊的东西 是可以抵抗这股急寒的 先前 我和赢下来钱 那些过路的商人 就使用这种特殊布料 进行预寒 刀疤直接开口 那咱们就买啊 盟主你要没钱 大不了 我们扣点盔甲的钱 就能扔手一套了 韩三千一笑 妄想刀疤 一时间实在不知道 该说这会儿什么好 不出半个时辰 所有卖这种布的商家 都不会再卖这种布了 你信吗 韩三千笑道 你能想到的 对方怎么会想不到呢 这里终归是别人的地盘 夜天成的人 就算暗地里支持自己 但明里也绝对不敢 忤逆那帮人的命令 所以 买步这事 根本行不通 我有一计 海静此时站了出来 众人闻言 急忙之间望向海静 就连韩三千也微微侧目 有些惊讶 海静能有什么样的计谋 盟主 你可千万不要小瞧海静啊 我跟你说 夜天成这次拿下城防 海静至少都是一个手工 刀疤竖起大拇指表扬道 要不是他让我们用假人替代守军 且大胆违背 您的命令 带我们直接去偷袭对方后方 这夜天成的城防想要拿下来 那还说不准呢 韩三千一笑 看着海静 虽然没有说话 但眼中的笑意 却充满了赞赏 其实 说句不太好听的话 海静的表现 是在我意料之中的 我知道 虽然这样说 是有点打击海静 但在我眼里 他本就应该是这个高度 韩三千道 海静微微一愣 盟主的意思是 您知道我会这样做 裴远黑黑一笑 师父确实知道 您会这样做 他让我领兵来攻时 我本来就很困惑 第四纵对人马还不到两千人 就算我们玩偷袭玩得再猛 可以只是效果最大化 别说拿下三座城防 就是拿下一座 我估计都够呛 可是 师父却叫我 不要怕死 玩命干 有人会来接应我的 我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海静叔叔 刀把嘴巴张得老大 我靠 盟主 真有这么神 你他妈到底是不是个算命啊 怎么我越来越怀疑 你是了 海静也笑道 是啊 盟主 你我之间并没有任何诺言和暗示 您 您怎么知道 我就一定会来帮打夜天城 还是在违抗您的命令之下呢 说句良心话 就是在动手前 我自己都没想好呢 韩三千道 很简单 因为你和刀把一样 都是我的兄弟 对于自己的兄弟 我当然会试着去了解 刀把虽勇 但有时候做事太过冲动 所以 拿主意这种事 还得靠你 我也相信 刀把也愿意听你的 基于这一点 其实事情 也就相对简单多了 整个部队如何行动 我只需要考虑 你会怎么做 你是个谨慎的人 在那种情况下 看着自己人在打城 你明知有军人数不够的情况下 必然会来帮忙 虽然我确实有命令 要你们待在原处不要乱动 但你跟了我这么久 也应该清楚 我在战场上的打法 更多还是要以局势变化为主 所以 我觉得 你会受到我的影响 出兵 海静虽然没有答话 但笑着静静地 听着韩三千的分析 骑马目前来说 确实全对 出兵的话 如果是刀疤 可能不会顾虑太多 带着人马直接就冲上去了 可海静你是聪明人 你应该很清楚 贸然地冲上去 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 只会让我们的损失更加惨重 所以 这肯定需要换个方法 暗度陈仓而已 我想海静你 应该可以想到 因为这是当下最适合的战术 我也相信 我不会看错人 更不会信错人 海静哈哈一笑 其实相比 韩三千夸奖他这次立下奇功 他更喜欢的是 韩三千对自己的这般了解 因为这更容易让人感到心中暖暖的 他说明 韩三千是真的把他们当成兄弟 也真的当成人才在培养 知我者 莫若盟主 确实 您分析的丝毫不差 在决定动手以后 我就尽量 将我自己带入到您的角色里 猜想您如果出兵 会是如何做 最后 我决定这一招暗度陈仓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刀疤也连连确认 就是 海静当初和我说的时候 我还吐槽这家伙这计谋 怎么这么向盟主出的呢 害我的一度以为盟主 给这家伙开小灶呢 刀疤一语 众人皆是哄堂大笑 这家伙 让韩三千无比地怀念 浮莽这个家伙 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不过 话说回来 这次真的要表扬海静 你干得很好 叶天成夺回城防一战 你功劳举手 我会奖励你的 韩三千起身 拍了拍海静的肩膀 海静有些不好意思地 挠了挠头 盟主夸奖了 奖励会有 不过 一马归一马 当下 你也应该说说 你的计谋是什么了 我的计谋很简单 海静神秘一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